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奎恩 今天我们就学在一般进行时的情况下 m,is和r该怎么用 好,如果你喜欢更多这样的视频 也喜欢看大奎恩的英语视频的话 请点赞订阅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教学吧 在英语里面呢 am,is和r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呢经常经常会说 有很多人呢都搞不懂什么时候用is 什么时候用am,什么时候用r 我们第一个呢就是am am就是是的意思 这个呢最简单,它怎么用呢 它是和i一起用 比如说是i am i am i am 它就和i一起用就是我 它就能和我一起用 i am 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 i am happy happy 我很开心 i am hungry 我很饿 大家要记住am是和i一起用的 好,接下来呢是is is is 非常非常常用的 好,这个呢盖和什么用呢 这个盖和he,she,it 或者说是这个单数名词一起用 我给大家一一的解释 好,他这个呢第一个呢是he 就是男士的他 he is 好,然后呢就是she she is she is 她是的意思,女的她 然后呢就是it is it is 就是他是 一个动物或者说是一个物品 it is 好,接下来呢就是这个单数名词 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呢 John 就是一个单数名词 因为呢John是一个人 然后呢他还是一个名词 我们可以说呢John is John is 约翰是 好,我们用he is 举个例子 he is rich he is rich 他是 富有的 好,我们用she 举个例子 she is pretty she is pretty 他很漂亮 他很漂亮 好,我们呢再用it 举个例子 好,比如说 it is big it is big 他是很大的 好,我们再用呢这个单数名词举个例子 就是John John is fast John is fast 好,接下来呢该是are are 这个呢是和you we 和they 一起用的 you 就是你的意思 当我们说你打头的就是you are you are 当我们说呢you are pretty you are pretty 这个时候呢you就是后面就是are 好,下面呢是该we we 我们 we 我们 比如说呢we are learning we are learning 我们是正在学习 好,learning是学习的意思 好,或者说呢是they they they 当我们说他们的时候they 也是they are they are 还有呢是复数名词 比如说呢有很多的一个东西或者是动物 比如说这个dogs 我们可以说the dogs are loud the dogs are loud 这些狗很大的声音 好,就是这个意思 the dogs 大家注意后面呢有加个s 就是有多数很多狗 两个以上 两个或者说呢是两个以上 就是用are 好,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显示一个句子 然后呢大家觉得这个句子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呢我会给大家一个解释 好,大家觉得这个句子的is用的对不对 好,这个句子呢里面用的is是不对的 好,我们乍一看呢一看 诶,那不是一个人民吗 大坤不是刚才说过一个人民之后是加is的吗 大家注意看这是两个人 两个人 好,这个句子后面正确的不是加is 应该是加are 因为那它是两个人 好,应该改成 John and Mark are in the kitchen 好,约翰和马克在厨房里 好,我们再举一个例子 大家觉得am在这里用的对不对 好,这个答案呢就是am在这里用的不对 好,虽然呢它是在i的后面 但是呢前面我们忘记了吗 有一个Mike Mike and I Mike and I 这呢就是我和Mike 就是两个人了 好,两个人不能用am 两个人呢应该用are 好,应该是呢 好,应该是呢 Mike and I are hungry Mike and I are hungry 好,接下来呢我会用am,is和are造一些句子 好,这些句子呢也可以帮大家练习什么时候用am,is和are 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也希望大家一起跟我读一下 然后呢,试着理解一下为什么后面会是用那一个单词 好 John is my friend John is my friend 约翰是我的朋友 John 是一个单数名词 所以呢后面是is John is my friend 好,Mike and John are great teachers Mike and 和 迈克 和 约翰 这个呢是两个人 所以呢后面就是一个are Mike and John are great teachers 很好的老师 great 很好,teachers 老师 Mike and John are great teachers 好,my cats are noisy noisy在这里的意思呢是就比较吵的意思 my cats are noisy 在这里呢我们用are 因为呢在这里cats是复数名词 cats 是cats不是一个猫是两个或者很多猫 好,cats are noisy the cats are noisy 好,猫很吵 好,you are a nice person 好,在you的后面一定要加的是are 当然是在这个一般现在时的时候 好,如果呢有观众朋友一问 为什么大部分老师说一般现在时呢 这个呢就是指这个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呢是经常或者说一直发生的事情 好,如果呢你想说我想说以前的东西怎么办 那就是下一期视频了 这期视频呢我们只是关注在一般现在时 这个am is are 怎么用 好,we are tired we are tired 我们很累 我们是累的 好,we后面呢加的是are 好,we are tired 好,I am from California I am from California I am from California 好,I后面呢一定要是am I am from California 好,she is from Washington she 后面呢要加is she is from Washington 她是从华盛顿来的 接下来呢在视频最后我给大家做一个小测试 好,这两个单词之后应该呢是加is 或者说是are还是am 该加哪个 请在屏幕下方评论 让大奎恩看一下 好 好,我们现在公布答案看看你对了没有 好,如果呢你两个没有答对或者说呢一个没有答对 那我就希望你们呢再把视频看一遍 或者呢再把这个整个视频学一遍 好,有一点呢大家要注意 在这里呢我说的全部的这个am is和are怎么用的 都是在呢一般现在时的情况下 如果呢你想说我是想说以前的东西 或者说我想说这个四年以前的东西 三天以前的东西 这个呢就不能用了 因为呢这只是在一般现在时的时候 一般现在时呢指的就是现在发生的事情 或者说呢是一直发生的事情 好,如果你喜欢大朋友的话 请点赞订阅 好,那我们呢就下期再见 拜拜